我待會兒會把他退掉 真的 這太令人憤怒了 才跟何志偉護照賴好友 不到一天 王世堅就嚷嚷要封鎖 因為前一天何志偉 這要上眾人公開 兩人已是好友的動作 意外曝光 王世堅才跟黃成國通過電話 我選後 再教訓何志偉一些 做人的道理 這樣叫好友嗎 昨天在眾神明前 何志偉否認自己借機公開 但何志偉跟英系的黃成國 遭惡是事實 尤其黃成國最近 還有黑金爭議 也難怪王世堅 從前一晚一度怒 到不想讀訊息 好 我讀讀看 所以你真的很氣嗎 對 嗨 嗨 嗨 世堅前輩晚安 請你多喝水 你要回答什麼 我要請 我們 對 對 好 對 我就回答他 我可以退出嗎 可以啊 你要回去再回 可以馬上把它封鎖掉 公開場合還是先別做態決 只是說到何志偉 王世堅就有氣 動不動排出賴清德主席的名譽 賴主席是要放在心裡尊敬的 不是他用在嘴巴隨便張張的 那是侮辱賴主席 還罵王世堅說像個男人 我王世堅社會都知道 王世堅跟何志偉誰像個男人 初選民調啟動首日 汪河所在的士林大同區沒抽中 兩人的恩怨情仇 至少還要再少一天 TVB的新聞 崔中英 蔡宏柔 陳盛文 SNG小組 蔡宇報導 眼界民進黨已經確定總統參選人了 但國民黨的人到底又在哪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國民黨多次強調說 黨有自己的步驟 但還是有很多的基層支持者 非常的著急 那我們也知道 像這個秘書長黃建廷 日前則有說第一階段 黨內態勢就是侯友宜了 不過這消息一出來以後 也讓很多挺郭派的人是說 那把郭台銘放到哪裡去了 所以黃建廷後來又改口了 他說郭台銘也是一名考量人選 這一出來以後 又換這挺侯派的人有意見了 像立委 鄭立文跟林維州 他們就擔心說 如果不禁訴提名侯友宜的話 這個黨根本就是在內耗 所以他們認為說 應該要先徵招再來做整合 這樣的方式是比較對的 那黃建廷說 現在黨內就是一個 三階段的團結討論 三階段的團結論 那到底有沒有可能先徵招侯友宜呢 其實有黨內的人士就透露說 其實目前根本沒有先徵招的規劃 但是現在朱立文 侯友宜以及郭台銘 三方是有共識的 那麼共識是什麼 當然就是排除障礙擴大優勢 那像郭台銘他也預告說 他明天將會召開記者會 那郭台銘的優勢是展現 國際視野人脈辦說明會闡述 黨中央也不排除要來跟郭台銘會面 那麼侯友宜為了幫他排除 這所謂的落跑聲浪呢 國民黨的議員 新北市議員 就提出說其實可以提早到 四月的時候就開始總質詢 有這回事嗎 然後有要告郭友芝嗎 我們是一個民主法部署的國家 資深媒體人 盧友芝日前踢爆 2014年他投入國民黨議員初選時 侯儀操盤一次提出500萬 要他改選別的選區 涉嫌車 餘下腾 2014年的時候要找他來碰面 所以你要告郭友芝嗎 我剛剛講得非常清楚 台灣雖然保障言論自由 但是也是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 那有想捍衛你的清白嗎 謝謝大家 要不要提告郭友芝或有一步鬆扣 老朋友 你應該要記取我們 以前曾經約定過 真正的厚厚做待機 2024台灣面對的不是你們要不要的問題 是這些老百姓 他們要過什麼樣日子的問題 剩下的這幾個月 我希望你端出更多的東西讓大家知道 不是每天端出喬事情的這個績效 讓大家覺得你好像是大家的共主 我覺得大可不必 會否身上後疑 拼總好大衛城來營內部最大話題 只是此時爆出成年舊事 民進黨自然全力猛攻 依照羅友智的這樣五百萬的指控 至少有兩個法律責任 第一個選霸法第97條 索贏阿燈條款 是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去突刑 第二個政治獻金法 你不是候選人 卻收取政治獻金 侯友宜先生在這邊 涉犯的是政治獻金法 第26條的規定 處三年以下去突刑 這在聘立委出選的何博文 17日一早更到新北地檢署告發 侯友宜 顯然並非空穴來風 也不是路人假或路人影 或匿名檢局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市長 他必須要公開坦承的講清楚 畢竟五百萬若屬時可不是小數目 面對指控 侯友宜先是暫時冷處理 TBS 新聞 張小巴陸 聽四北直報導 立委羅明才可以說是 國民黨的資深立委 他的選區是在新北社第11選區 也就是新店這裡 不過這一次 他是一度遇到了挑戰者 挑戰者是誰 是現任的國民黨議員 叫做劉哲章 他原本說他要來挑戰羅明才 不過在16號的時候 他自己在臉書上面宣布說 他退選了 當然其實羅明才 碰到原本有挑戰者出來的時候 是非常緊張的 所以他原本是預計在17號 也就是昨天晚上的時候 要辦這個造勢大會 現在雖然劉哲章退選了 但這造勢晚會 情鐵都發出去了 當然還是要辦下去的 他的造勢晚會找來了誰 除了紅色柱 周錫瑋 還有謝龍介等黨內大咖之外 還有一名超級大咖 就是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韓國瑜一上場的時候 真的是現場有數千位的民眾 是高喊希望他來選總統的 那麼韓國瑜怎麼稱讚羅明才 韓國瑜說其實他當時 羅明才邀請他扶損的時候他一度說 沒想到我自己現在是無業遊民 行情還這麼好你不介意嗎 羅明才說我當然不介意 所以韓國瑜欣然的接受了 羅明才的邀請 那韓國瑜自己也說 羅明才就是對人緣對世方來稱讚他 可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現場就有千位人士高喊選總統 速度打斷活動 韓國瑜本人自己有沒有回應呢 其實他自己是沒有正面回應的 柯市長好 柯市長好 您好 您好 你是認識哦 我認識你 我認識你 為什麼認識哦 這個東亞國家領導人裡面 這個學歷算最高 因觀眾要求合照自拍 難得在美國見到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大陸學生把握機會 短暫追星 怎麼會知道柯文哲原來學校有教過 教科師王 對我 教科師王 對我 教你的教科師 人在大陸大陸上的出動手嗎 出管從我們台小也有給收集一些情報 智庫的美國政府 反正就是這三個目的嘛 來美國第九天 從紐約 波士頓 終於踏進關鍵的華府 台灣俠在美中之間 柯文哲很有自信 除了能跟美方溝通 自己更不會被大陸以讀不回 台海之間 理論上不會發生戰爭 因為這個打下去對中美台都沒有好處 我相信中國大陸對我的資料 也是查得很清楚 你是不是講話算錯 或者說態度怎樣 大家都曉得嘛 所以這八年下來 不管 我當台北市長的下來 不管從美國這邊 大陸那邊 反正大家都接觸過 所以信用是要長期累積的 沒有到那麼好 需要溝通的時候可以 又留下好印象也不得罪對岸 柯文哲想用外交牌 力評2024聲勢 媒體人吳子佳稱 柯文哲有穩定20%的支持度 是藍綠最大票倉 誰都想搶下這一塊大筆 尤其國民黨整合依舊原地踏步 還是不放棄整合柯文哲 本來台灣就是 過去是只有藍綠 現在慢慢在藍綠之外 有撐出一個空間出來 這的確是事實 柯文哲的華府行有許多隱藏版的行程 到底會去見誰 曾經有多高 將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以上是TVBS記者華少平 李平 在美國華府的採訪報導 封統 蔡英文當時 在選總統的時候 有很知名的地方組織 就叫做小英之友會 那麼現在總統人選 換成賴清德了 他自己也有這樣的組織 叫做信賴台灣之友會 現在因為距離明年一月的大選 信賴台灣之友會 也陸續成立了 像是這個週末 我們知道有台南跟宜蘭 那麼在高雄也有預計 在4月29號的時候 然後也就是這個月底 也要成立了高雄分會 那麼高雄地方人士就說 高雄是民進黨的大票倉 所以就成立當天 當然不能漏氣的 所以很多人已經開始 在呼朋引拜 希望發揮南台灣的氣勢 要把賴清德的氣勢 給營造出來 賴清德其實自己也說 他自己現在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國會單獨過半的 但今年明年的立委好選嗎 其實不太容易的 黨內的選舉幹部就是說 像是這個新北桃園 下一屆立委不好選 但是他的可能對手 就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是欠缺論述的 所以賴清德還是有一些優勢的 尤其這個總統參選人的格局 其實也會間接影響到立委選情 一年起義務役明年就要上陸 但主戰部隊招募不足的問題 現在國防部有解方 義務役士兵完訓後 能領兩萬八千零二十七元薪資外 另外開出六項加擊待遇 有地域加擊 飛彈收護官兵勤務加擊 特種勤務隊及 特種勤務中隊加擊 空降特戰及空投部隊官兵加擊 讓部分義務役官兵薪資總額 渴望超過三萬元 通過加擊來補足 志願役85%的缺額 不過專家意見分歧 但看在年輕人眼裡 這些加擊會是簽志願役的誘因嗎 能不簽就不簽 不會特別因為這個而成為誘因 不會啊 因為裡面的生活 愛知識其實沒有什麼自由 所以就算再多的錢我都不想買 就怕義務役與志願役 兩種不同身份士兵同處在一個部隊 能否融合還有待驗證 而國防部向立院外交委員會 提出的專題報告強調 在台美強化交流訓練中 會依照三階段來執行 多層級部隊協巡跟演訓 軍方人士也進一步證實 印太司令部已派出200多位訓練教官駐台 其中陸軍人數佔80% 而明年任務役新兵 將採用美軍提出的實戰新訓項目 美方派教官駐台改進我陸軍訓練 國防部也釋出相關津貼 來補足主戰部隊的人力 TVB的新聞劉宇璇年宣台北採訪報導 漁船甲板上滿滿的漁獲 看起來這一趟大豐收 但下一秒這些漁獲通通都被海拋 丟回大海裡 監控大陸漁船將被法捕撈漁獲實施海拋 原來這艘漁船是大陸籍漁船 閩濕漁號 4月16號清晨4點多 被台灣漁民發現 他們在苗栗外海越界捕撈 立刻通報海巡到場 聽聽聽聽 台中海巡隊貨報派遣巡防艇趕抵現場 果然發現這艘閩濕漁號的漁船 越界還正在捕撈作業 立刻鳴抵廣播要求對方停船 但他們不止不停還加速蛇行 我方巡防艇冒著風浪危險追上去 最後成功強靠登檢 根據了解這艘漁船從福建省祥之港出海 越界時如果船體沒有打開AIS 海巡按上雷達只會看到一個點 要再透過方式判讀是什麼漁船 不過當時剛好有台灣籍漁船在海上募集 即時通報給海巡 有人越界捕魚 大陸漁船非法捕魚 事實明確 除了這一個清晨 他們捕撈的漁獲全都被海拋 漁船跟船員也被依法押回台中港偵辦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